欢迎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 能有这样的恩赐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的灵里面接受你的淘灶 神让我们越来越明白 我们与你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是我们人生的福分 感谢神 我们每一天都要与你亲近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 我们要祷告 借着这样 我们才能彰显出基督的大爱来 我们才更能够一步一步的了解你的心意 神让我们感谢你 两千多年以前 圣经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就如同让我们借着读经的机会 就如同让我们在眼前浮现 亲临那个现状 那个状况让我们能够整个投入到圣经的经过里面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来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 神啊 我们是你的儿女 你不离不弃 你引领我们走人生的路 走福音的正道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经文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卷书叫做The Book of Job 这个Job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位义人 他所做的事情无可指责 他的信仰无比坚定 但是呢他的一生真的是非常凄惨 他受了很多的失恋 好我们先回过一下看一下28章的第三节 Man puts an end to the darkness Put an end表示说画了一个界限 一个一个终止点 最极限在黑暗里面定了一个极限 He searches searches是他在那里查救 在那里查 仔细的追查 寻找 The Farthest Recess Recesses for Aura In the Blackest Darkness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通常都是指先把后面的副词先讲出来 In the Blackest Darkness 在这个最黑最黑的这个阴暗里面 他要寻找什么 The Farthest Recesses 要寻找那些矿石 Oros那些矿石 矿石里面 最远最远的地方 他要寻找 OK Recesses 我们昨天探讨过这个 指的就是说最远的地方 的那个边界上面 要找到最远最远的地方 要找到极限 找到极限 所以呢 这些人呢 是这样子的 人在这个生命里面 特别是在这个极限 在追求这个黑暗的时候 要在黑暗里面都要定出一个极限来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第四节 第四节 Far From 他们要去找的地方啊 远远的 要到很远的地方 远远的地方 远到什么地方呢 Far From Where People Dwell 远离 远远的离开 这个很深 很深 很深邃的地方 他们要去的地方呢 是要远远的离开 人所居住的地方 He Cuts a Shaft OK He Cuts a Shaft 在那个地方呢 就要 Cut a Shaft 指的是说 就要凿开来 凿开来 凿开这么一个 一个深的一个 就像矿井一样 我们叫 Shaft 我们要开采矿石的时候 一定要先切一个深的矿井 往下挖 In Places Forgotten By The Foot Of Men 那些地方呢 他要去凿这些矿井的地方 都是远离人烟的 Forgetten这些地方等于是 被人类的足迹给远远的忘记了 也就是不会有人烟 不会有人走到那些地方去的 都是毫无人烟的地方 Far From 远远的离开什么 Far From Me 远远离开那些人 He Dangles and Swayes OK 跟人远离开来 远离开来 那这个地方呢 指呢 人 Dangles Dangles Dangles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Dangles是掉在那里 晃来晃去 OK 在那里 在那个上面 Dangles Dangles Dangles呢 指的是在那里 悬吊在上面 叫Dangles Dangles And Sways 这些都是人 掉在那个地方 旋锤在那里 在那里摇摇摆摆的 摇摆摆摆的 在那些地方 所以都是远离人的 在那个 掉在那个地方 Dangles Dangles 就是荡来荡去 Sway 也是摇摆摆摆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The earth 至于地上呢 From which food comes From from which food comes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 地上呢 就是食物的来源 食物就是从地上 长出来的 It's transformed Below As by fire 这个地底下呢 Transform 整个都被 整个都被改变了 Transform 指的是 整个 形状 形态 全部都被改变的 这个叫做 Transform 被转换 在底下就被转换 As by fire 就好像是 被火给翻起来 一样的道理 Snap fire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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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是非常漂亮 宝贵的石头 叫做蓝宝石 蓝宝石 Sap fire 两个P 注意是两个P OK 所以Sap fire 是我们的两个P 的这个字母 的这个蓝宝石 Sap fire 蓝宝石 是come from its rocks OK 是从那个大的石头 Rocks通常都是 大的磐石 从它的那个矿石 大磐石里头来的 有的时候要 大磐石 要切开来 才会看到 中间有矿脉 是吧 And its dust contains nuggets of gold its dust 它的这些 成图里面呢 都含有 OK 都含有什么 nuggets of gold nuggets of gold nuggets is一小块一小块的 一小块一小块的 金 金块 金沙一样 这样子的 no bird of prey knows that hidden path 甚至呢 no bird of prey 所有 没有任何的鸟 类 没有任何的鸟 bird of prey 指的是那些 猎物的鸟 OK 成为人家猎物的这些鸟 没有那些 所以bird of prey 指的通常都是 会去猎取那些猎物 那是那种 很凶的鸟 不是一般的鸡 鸭鸭的 bird of prey 指的是那些猛禽 会抓那些东西来吃的 逮猎物的 no bird of prey 没有一个猛禽之道 那些很凶的猛禽 像大老鹰 就是属于bird of prey knows that hidden path 没有一只 很凶残的这些猛禽 他们知道那些 藏起来的路径 藏起来的路径 没有 没有人知道 旷石在什么地方 这是很宝贵的 没有人知道 no falcom's eye has seen it falcom是大老鹰 很大很大的老鹰 像美国的国徽 上面的国鸟 美国的国鸟 就是falcom 就是大老鹰 这种大老鹰的眼睛 都不曾见到过这样子 所以要找这些旷石 很不简单的 proud beast beast 我们知道beast 的是那些野兽 四只脚的叫beast 不是鸟了 刚刚讲完鸟 现在讲的是beast 是指那些野兽 proud beast 是那些狂傲 骄傲的那些野兽们 do not set foot on it 连这些骄傲的野兽 都从来不曾 把他们的脚 放在这些路径上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宝藏 是藏在哪里的 and no lion prouds there prouds there ok 所以连狮子 ok 连狮子呢 也没有 也不曾在 到过那些地方 这个地方用一个动词 是prouds prouds是什么呢 那个野兽趴下来 匍匐前进的时候 叫prouds ok 所以 没有一只那些 骄傲的野兽 曾经脚踩的上面过 也没有一只狮子 曾经在那里 匍匐前进过 他们都没有去过的 man's hand assaults the finery the flinty rocks ok 好 所以呢 人的手 ok 这个地方讲的是 人的手 人的手呢 assaults the flinty rock 我们先讲 flinty flinty rock 指的是那些 那些很大 很坚硬的 那些磐石 很坚硬的磐石 flinty 通常都是指说 那种 需要你去凿它 才能够 才能够 打开的 就是像 比如说里面是 很坚硬 很坚硬的 我们叫flinty rock 所以人的手 就去攻击 这个assaults 是攻击 就攻击那些 很硬的那些 大磐石 那这个地方 翻作攻击 其实指的就是 人的手 去把它凿开来 把那些大的磐石 坚硬的磐石 给它凿开来 and lays bare the roots of the mountains ok ok 所以人呢 人的手呢 做了 第一件事情 是把那个大石 都给它凿开来 第二件事情呢 是 lays bare lays bare the roots lays是把它 摊开来 放开来 bare the roots lays bare the roots 是把什么东西 光秃秃的 把它显露出来 这个 the roots of the mountains 把山的根 山的根都给它 光秃秃的露出来 人的手太厉害了 人可以在那里 凿那些坚硬的石头 然后把 凿到最后 把那个山的根 Rutes好像 山有 山其实不是植物 这个 Rutes of the mountains 是一种 比较夸张的讲法 指的是 人凿了这么多石头以后 把山的根 都给它裸露出来了 he tunnels through the rock ok 好 所以 这个人 这么厉害 人还做什么东西呢 tunnels tunnels through thru 这个地方 tunnel做的是一个 是一个动词 tunnel本身 原来做名词 是指隧道 那如果tunnels做动词 就是凿出一个隧道来 从大盘石中间 凿出一个隧道来 his eyes see all its treasures 他的眼睛 人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他的手太厉害了 所以呢 他就会看到 各式各样的宝藏 treasures he searches the source of the rivers 他一直寻找 追寻 source of the river source of the river 指的是那些 河水的这些源头 一直溯源而上去去找到这些源头 and brings hidden things to light 把那些隐藏的东西 hidden hidden是埋藏起来的东西 隐藏的东西 把他们带到光里面来 也就是把这些隐藏的东西多显露出来 带到光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but where can wisdom be found 人的手这么厉害 上山下海 去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刨出来 大的这个岩石都可以找个洞 找个隧道出来 但是他找了半天 where can wisdom be found 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智慧啊 有没有什么地方 既然上山下海 什么地方都可以都可以穿凿 那他能够找出智慧来吗 where does understanding dwell understanding指的是那种 对事情的了解 那些了解那些知识 那些智慧叫understanding 那么这些我们对事情的 这种了解的这种智慧 是住在哪里啊 哪里我们可以去把它刨出来 给它挖出来吗 man does not comprehend its worth 但是人啊 人并没有怎么样 comprehend comprehend its worth worth是它的价值 但是人啊 一点都不理解它的价值 it cannot be found in the land of the leading 这个东西的价值呢 是不能够在什么样 活人的土地上 the land of the living 指的是活人的土地上 被找到的 你是找不到的啊 没有办法在活人的土地上 找到的 the deep seas the deep 这个the deep呢 这就做名词用了 一般我们deep就是 很深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指的就是说 the deep seas 是指那些深渊的地方 深渊也会说话 好像泥人话 他会说话的 他怎么说呢 it's not in me 这些深渊说 哎呀不在我里面 你别到我这里来找聪明智慧了 我这里没有的 the sea says 这个海也说了 还说it's not with me 不在我 不跟我在一起啊 没有跟我在一起啊 一个是in me 一个是with me it's not in me 就是不在我的里面 it's not with me 没有跟我在一起 所以啊 深渊跟大海都说 你别来我这里找了 找不到智慧的 找不到那些理解的 it cannot be brought with the finest gold cannot be bought bought是buy的过去式啊 buy它的过去分词 be bought 它没有办法 你用最什么样 finest的是最好的 最精纯的黄金 你用最精纯的黄金 都没办法买得到 nor can nor是也不 nor can its price be weighed in silver 也不能用银子 白银 来称称 来衡量 这个weigh be weight 是被衡量 用银子来去衡量 它的价格 你没有说 你没有办法说 哦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理解 或这种知识 这种智慧 嗯 值个五百两银子 没办法 不能用银子的 来去衡量它的 衡量的 就是它的重量 去衡量它 不可能的 it cannot be bought with the gold of offer offer是当时 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地名 最好的地方 产出来的黄金 都没有办法 用它来买 这些 这些理解 这些智慧 买不到的 with precious onyx or sapphire ok onyx ok 注意这个 onyx 我们前面讲过的是 这个 蓝宝石 叫 sapphire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的 onyx 就是红色的 这种 玛瑙 叫做 onyx 玛瑙 玛瑙一般都是 就是比较咖啡 深红这种颜色 叫 onyx 玛瑙 或者是蓝宝石 precious precious是非常贵重的 所以啊 你也没办法 用那种 精纯的这种 金子 offer产的金子 去买它 你也没办法 用贵重的蓝宝石 或者是这些 红玛瑙去买它 你都没有办法 neither gore nor crystal neither nor 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既不是A 也不是B 既不是黄金 也不是crystal crystal 我们常常讲的时候 crystal是 水晶 我们翻作水晶 既不是金子 也不是水晶 can compare with it compare with 是在那里比较 所以你拿金子 拿水晶来 都不能跟它 相比并论 没办法比较的 nor can it be had for jewels of gold ok 它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拥有它 用什么来拥有它呢 for jewels of gold Juels of gold 指的是那些 那些宝石 ok Juels of gold 指的就是说 那种很珍贵的 很珍贵的那些宝石 你没办法用这个 这么珍贵的宝石 或者是金子 ok 来金子 来去拥有它 so jewels of gold 指的就是 黄金的宝石 来拥有它 你没办法的 coral 这里学到好多 这个金属 贵重的宝石 金属的名字 coral是珊瑚 海底下长的珊瑚 ok 好 Jasper 这里来了一个Jasper Jasper 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Jasper ok 指的是那些 也是水晶类的东西 ok ok 所以 It's not worthy of mention Jasper 一般是绿色的 你要讲水晶也可以 或者是你讲的 可以讲是碧玉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讲的J Jasper 是一种 绿色的宝石 这样说 ok 所以珊瑚 或者是这个 这些碧玉 都不值得 不值得来提起 not worthy of mention Mention是提起 提及这些事情 在这个东西的面前 在智慧 在这些的面前 什么珊瑚 什么这些 绿色的碧玉 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The price of wisdom is beyond rubies Price of wisdom 指的是那些 智慧的价格 是远远 is beyond 远远超过 胜过 Rubies Rubies是红宝石 红宝石叫Rubies 圆形是R-U-B-Y 好 下面 the topaz of Kush ok of Kush topaz topaz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些 黄色的玉 topaz一般是黄色的玉 黄色玉就是Kush 这个地方所产的 以前你记得吗 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耶稣 要定十字架之前的时候 有古时人 就是Kush 在非洲的一个国家 叫Kush ok 所以古时地方所产的这些 黄色的玉呢 cannot compare with it 那个黄色玉 也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it cannot be bought with pure gold 你用纯的金子 pure gold 也没办法买到这个智慧的 买不到 where then 那么where does wisdom come from 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到哪里我们可以找到它呀 我们怎么能够追寻到这个呢 where does understanding dwell 还是这句话在问你 那些对事情的理解 那些聪明的事情 都住到哪里 他们都住在哪里 到哪里可以把他们给挖出来 跑出来呢 21节 it is hidden 它是被藏在什么地方呢 from the eyes of every living things 所以它是被藏着 藏起来 避免这些东西看到 the eyes of every living thing 所有有生命的眼睛 ok 有生命的眼睛 像人的眼睛 马的眼睛 狗的眼睛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都是看不见它的 它被藏起来了 concealed 它被隐藏起来 even from the birds of the air 甚至连空中的飞鸟 都看不见它 都被 都给 隐藏起来 对于空中的飞鸟而言 这个 智慧 也是隐藏的 看不见的 把它掩蔽起来了 destruction and death sid ok 这些都是迷人化的 destruction是指那些 什么东西 灭亡 灭亡 ok destruction 好 毁灭 灭亡跟死亡 它两个怎么说呢 它说 only a rumor of it a rumor rumor是谣言的 has reached our ears 只有那个谣言 我们听说过有这么回事 我们听说过有智慧 我们听说过有这种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只是听说而已 只有这个谣言有关风文 风传有关这个智慧的事情 曾经到达我们的耳朵 但我们的眼睛从来没看到过 所以说 a rumor of it has reached our ears 只有这么回事 我们完全不理解 God understands the way to it 但是啊 神不一样 耶和华神 他完全知道 怎么样达到智慧的路 他是知道的 大家都不知道 连鸟都不知道 and he alone he alone 是只有他 只有耶和华神 knows where it dwells 只有耶和华神知道 在哪里 他住在什么地方 dwell 住在什么地方 因为什么 for he views the end of the earth 因为什么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 他已经view 他已经整个都看过了 考察过了 考察过 the end of the earth 地极 我们地到极限 最远最远的地方 耶和华神 早就已经考察过了 and sees 他可以看见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神是可以看见 他的眼睛可以看见 所有在天底下 或天之下的 因为他在天上 他从上面看下来 所有天底下的 所有东西 他都看得见 所以神很厉害的 when he established the force of the wing 当神establish 是设立 建立好 当他建立好 这个风的力气 这个force of the wing 指的是风力 当他定好了 这个风力的时候 and measure out the waters 神啊 在建这个风 定好了风力 同时他也量好了 measure out the waters 他把这个 所有的水呢 他也给他 通通都量好了 都度量 都算好的的时候 他把它测量好了 整个都安排好了 measure out 他把水的事情 也都安排好了 神把这一切 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他的掌控之中 所以神把风也安排好了 把水呢 都已经给他测量好了 以后呢 when he made a decree before the rain 哇 神还给这个下雨的雨啊 rain是下雨啊 他给这个雨啊 也都定好了法令 定好一个命令 律法都给雨给定好了 and the path for the thunderstorm thunderstorm 指的是什么东西 thunder 指的是什么东西 thunder 是打雷 对吧 storm 是暴风雨 ok 所以呢 thunderstorm呢 指的就是那种雷雨 ok 而且他也定好了一条道路 给雷雨都给定好了道路 神把一切都规划好了 then he looked at wisdom 神把这些大自然都规划好以后 神就看着这个智慧 look at 他就看着这个智慧 and appraise it ok appraise it 所以这个时候神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呢 神就开始评量 praise it 就是他才开始评量评估 来鉴定 来鉴定这个智慧了 他看着智慧 然后就评估他 he confirmed it interested ok 他呢 确定 confirm 确认 确定了这个智慧 没问题 这个他已经确定了 确定好以后呢 他就怎么样 tested ok 他就要试探 试探 他要来查一查 检测一下 查一查 这个智慧 and he said to man 然后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神跟人就这样讲 他跟人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that is wisdom that is wisdom the fear of the lord 这句话我们都知道 敬畏神 对神的敬畏 敬畏神呢 that is wisdom 那个就是智慧呀 你敬畏神 那就是智慧 and to assume evil is understanding ok 所以如果呢 你如果 你能够去 shun to assume 这个shun呢 是指回避 ok 你如果懂得 怎么样回避 那些邪恶的话呢 这个就叫做什么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ok 所以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可以 如果你懂得回避 回避那些恶者 shun evil 就是回避那些邪恶的话呢 你基本上 你就是明白事理 understanding 就是你已经理解了 很多世间的道理 所以两个问题 你找了半天 找wisdom 找智慧 找这个明白事理 你想要理解 世间的道理 到处找都找不到 山上哪里的宝藏 到山上找 到海里找 到什么地方 到深渊里头去找 啥也找不到 都不在他们那里 那么神告诉你 所以呢 神就告诉你 the fear of the lord 如果你懂得 敬畏主的话呢 那就是智慧 that is wisdom and to shun evil shun evil 是你远离回避 你看到邪恶 从这条道上走了 你看到有人在做恶事了 你懂得回避他 shun evil is understanding 那就是你已经明白事理了 明白事件的道理了 ok 好 我们再来看 Job 就是这一卷书的名字 叫Job Job的29章 后面 约伯要讲很多的话 so Job continue his discourse discourse 他就继续的讲 继续他的 这些 成 这个 他的这个 所有要成述的事情 他就把他 大大的再讲出来 他的论述 继续讲了 how I long long for the months go by 我是如何这般的 注意这个不是问句 是赞美的意思 我是如此这样的 long for long for 是渴望 渴望 我是多么的渴望 多么的去追寻这些东西 我是多么的渴望 那些岁月 那些渴望那些 逝去的岁月 the months gone by gone by 就是从我身边 就这样就过去 就过去 已经过去的这些月份 for the days when God watched over me 而且我也渴望 那些 days 那些日子 那些日子 什么日子呢 when God watched over me ok 当神 能够保守我的 那些日子 我是多么的渴望 那些日子 我一直在那里 回想啊 一直是很留恋啊 这个 watch over 就是神 看着我 神监督我 ok 神小心我 这个不要做错 那个不要做错 这个叫watch over me 所以我对那些岁月 都是非常非常的 渴望留恋的 when his lamp shone apart my head 当他的灯 就是指主的灯 主的灯 照亮在我头上的时候 在我头上闪亮的时候呢 and by his light 借着他的光 我就怎么样 I walk through darkness 借着他的光 我就可以行走 穿过黑暗 through through darkness 我可以穿过黑暗 oh for the days when I was in my prime ok my prime 指的是什么 我最好的年月 我最好的年月 也就是我的壮年 我的黄金时代 我人生巅峰的时代 当我是在我的 黄金时代的时候 在我壮年的时候 那些日子里面 when God's intimate intimate friendship bless my house ok 所以 sorry 这个地方是intimate intimate ok intimate指的是说 神那种很亲密的 跟我很亲密 那个时候是我的壮年 那个时候呢 神跟我很亲密的友谊 祝福着我的家里面 祝福我的帐篷 祝福我的家里面 那些在我壮年的时候 在我黄金人生 巅峰岁月的时候 那些岁月啊 那就是当神 跟我有亲密的友谊 来祝福我的家里面 的时候 when the almighty was still with me 当那个 almighty the almighty 指的是全能者 当那个时候呢 全能者仍然 跟我在一起 这都是讲过去的事情 全部都是过去事 and my children were around me 在那个时候 你知道 Job这个人 约伯是经历过很多的苦难的 后来他的家人也都离开 他的小孩也都死掉了 他这个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 财富也没有了 现在讲的都是过去 追缅怀过去的美好时光 当时这个全能者 还跟我在一起 而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也都 在我的身边 环绕着 around me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29章的第五节 这个就是他在缅怀过去的情况 我们停在这里 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然后 好 谢谢大家 你 在我听说 但是 我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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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贯 你贯